你 你在家呀 对啊 我今天休息 你不会射了一整天吧 我是啊 你怎么样 你还好吗 我还好 谢谢 你还好吗 我还好 我还好吗 我有点事 出去一下 你 你不吃饭了 我不吃了 这个不健康 少吃一点 你不吃饭了 梅卡 我听说破派请假了 那广告的事情怎么办啊 等她回来再说 韩依那边的合同是有期限的 这万一露宿到时候再有什么变动 等两天吧 静观其变 电视台那边我倒是打过招呼了 但是 精灵者实在是太多了 他们也催得实在是太紧了 要不这样 广告拍摄的事情由我来负责 毕竟方案破派已经出了 就差个执行的人 站在咱们公司利益的角度 我知道 但是这个广告 我还是想让派派来完成 这样的话 即使她离开派室 也不至于毁了她在业内的口碑 还是你想的周全 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做的 你尽管告诉我 好 奥利沃 你可真是有工作狂 这么晚了还不下班 这么急找我什么事 我今天找你来 是有事情要跟你商量 关于啪啪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她只能离开 索菲亚是已经下了决心 来解决这件事 那自然界的案子怎么办呢 自然界的案子 我可以让她先做完 只是你跟PG的合同和佣金 这个你不用担心 我跟PG还会再合作的 抱歉啊 让你白忙活两个月 毕竟发生这样的事情 谁也想不到 我能够理解 反正张欧兴这个人 以她的条件 就算不跟PG合作 别的公司会找她的 是吗 可能是PG损失了一个人才 毕竟怕摆到公司 才一个月 可创意部确实有所改观 维卡 有件事 我想让你告诉我实话 那张欧兴这个人 到底是怎样的啊 我好给他定位 以便以后找新的工作 上次的事情是一个误会 他人很好 也很有能力 很重要的 你怎么记得 我找你 好 你还以后 说做什么 你什么养喜 我以后就不会洗 或者是一个养喜 养喜 养喜 你我以后就会给你洗照片 很好 是想跟你说 这件事情我有责任 当初是我把你拉到批评的 是我自己没有把工作处理好 跟你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了 我只考虑你的个人能力 却忽略大环境 造成现在你在批评这个局面 适者生存 弱肉强食 这是最基本的生存法则 而且 当初其实我已经被剩余提出来 是你给了我一个无缝对接 在就业上考的机会 我很感谢你 感谢我什么呢 把你从一个水深火热 拉到另一个水深火热 我刚才跟Vika谈过了 广告呢 你顺利完成 剩下的事情为她负责 你放心 石温光那边我一定帮你搞定 让你风风光光地离开P.A.G 还有 你后面的工作包在我身上 我一定给你找一笔现在更好的 我走了 我做了 我今天要帮到它 supers了 就好了 你做了 那我做了 你不是说